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康恩老师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声乐终极艺术歌曲的第六讲 今天的艺术作品是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冰山上的莱克的一个电影的插曲 今天我们所讲的是四个技巧点 第一,唱歌技巧的颤息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气息的平衡度 第三点,关于我们的激情 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的高音部分呢 开口部分该怎么去保持 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的高音 该怎么去更好处理 关于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作品 好,我们先开始练一下声 我选择的练声的曲子是 Sola, So, Fa, So, Fa, Mi, Fa, Mi, Re, Mi, Re, Do 我们用一个弩和拉 讲第一点 所以这关于是唱歌技巧的颤息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听流行作品也好 还是美声,还是美声,还是名歌 所以你颤息这个地方呢 切业技巧不是从这里 那是从你的横格膜 所以它是从这里内在而发的这种气息 好,好,所以这个颤息呢 就是Sola, So,它一个音 那我们弹古针也好 还是吉他 它的颤息很容易找到 包括钢琴 它也容易找到颤息 就颤音,也就是我们说的颤音 当我们唱这个歌曲的时候 它的颤音呢 它的基准音 比如说唱梭 它会Sol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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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这样颤音 因为它在二度 二度彼此之间 或者小二度或大二度之间 这样颤音的话 它就来回读 来回这样颤音的时候 那么 所以这个 这个练声呢 是容易帮助你颤 你看 那这个颤音呢 需要记 技巧点呢 需要注意点之后 你唱Sola, So, So, So 肯定是这种音 中音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抓住舌头 用这里去推它 切记 切记 不要是用你的 这个 下面去推它 或怎么样 都不需要 最最重要是用 下面的七夕之音 好 那么还有切切这个唱歌技巧的颤息里面 就是你千万不要用这里 它是完全是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一个音个音 就像一个气息在里面滚烫出来的 就像一个活水 全圆一样流不进流不进的那种感觉 流不进的感觉一样 好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找到这个气息的颤音 你用好几个不同的字母带进去都可以 比如用 用它里面 本身自己这个地方颤动起来的颤息 所以颤音也好 抖音也好 这个 所以它整个里面都是在这里面 这个颤音都在这里面去运作 好第二点 说到我们的气息的平衡 再一次 因为在我的频道里面很多同学们都会注意 我特别讲气息的时候呢 我特别讲气息的时候呢 讲到这个 撕子的时候呢 所以这个撕呢 无论你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 还是声乐教育家 其实这个撕呢 帮助我们来说 一辈子受用的一个练身 一个练习 不妨您在练身之前 都可以把这个撕 每一次呢 撕到自己不能再撕为止 每一天 倘若您能坚持五分钟 就算您一个月两个月下来 您会感受到 您会知道 你这整个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一个气息的够用 控制 所以我们呢 我们一定要切记 要用到您 这里去推它 就让你的气息动起来 动起来啊 这个气息的平衡 你看该怎么去把控它 但是您的切记 你这里面的牙关 咬字 还记得吗 就是上节课我们说的 就那个拳头一样 你看 你打开的时候 都在你的气息 都在这个里面 去气息的保持 所以鬼根到底呢 你的 就上面第一点一样 你的颤息也好 你的声音的平衡 都在气息里面做文章 好 再来第三点 说到激情 这个激情啊 我要特别特别讲这一点 我们的情绪呢 是带动你的声音 一个人的 他的积极 他的这种专注 包括这个人的正直 包括这种追求 非常高尚的一种 情怀的话 就你整个人 你唱特别是唱艺术歌曲的时候 这样的话 可以更加帮助你 找到声音 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是我们的 这种前进的动力 您真的深深的爱上 这艺术歌曲的时候 哪怕一首作品 或两首作品 它是一辈子的事情 它是一辈子都会爱上 这个歌曲 所以说呢 特别是这种艺术歌曲 那你在用心 专注的时候 其实你整个人的心情 整个这种积极 这种乐观 会带动您的情绪 所以正是因为 有你这种乐观 积极 追求很美好的东西的时候 很专注在这里面的时候 其实你在唱歌 当你唱完一首艺术歌曲 真的用心 尽心尽意尽信 真正的用力 在专注在唱的时候 其实您整个 获得的一个 非常开怀愉悦 身心状态都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艺术歌曲 它的美 它真正的一个传承 为什么几百年 它都还是一样 经久不衰的原因 好 我们就说这个情绪 所以你情绪唱的时候呢 刚才我们说 哇 加上这个passion 加上这个激情 在练这个练 我听到这一首艺术歌曲 好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说表达这个激情部分 这个态度问题 好 再来到第四点部分呢 待会我会唱这首作品的时候呢 我们会加进去 它就是一个呢 你在端部分呢 你的口感不能开得太大 不能太过 就拿 刚才是弩拉 我们就用一个 来说这一点 那我们说 在自然升曲的时候还好 那稍微上一点点高音的时候呢 口感不要开得太大 你看我们在上高音的时候 整个激情是一样 口感 稍微自然就好了 前要不要过 弹了 一下到后面你就冲不上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弹得太大了 所以这要切记 因为我们会把这一点呢 用在我们这 花儿为什么 这件红的这种作品里面 好的 我们讲到这四点 唱歌的气息 灿息 因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需要这样的灿音在里面 还有你的呢 气息的平衡 就不断的推出来 是这个力量 那么再加上你的激情 政治激情 太深在里面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一定要记得 口感 高音这地方 不要打太开 好 那我们就现在来唱一下这首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这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 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好几个好朋友 我们在 就是每一次在练声 我们练完声之后呢 我们都会唱一首小作品 一首作品呢 把自己的声音 完全完全的放开 我记得我朋友里面呢 他们就很喜欢用这首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当自己的开声歌曲一样 那不方 如果您觉得还不错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 你的恋声必备的一首歌曲 好 我为什么这样红 为什么这样红 这首作品呢 是有点难度的 特别是它的叉音 这种气息流淌 还包括在高音 它还有高音 也到了E 也到了F 所以 这地方呢 它其实你的 要求你的咬字 和各方面还是需要的 好 我们针对刚才的地方呢 我们四个点 把这个歌 来 好 怎么样 很好了 加在里面 第一点 唱歌 起起的 颤 戏 年 那 我 为什么这一样红 一定是通过这里来对它唱戏 所以这个呢 特别是你听这种新疆 其实有点中东 中东那边的音乐是有点相似 它是有点 这种颤息 还有这种小二度在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要求你的气息的平衡 又加入到我们第二点了 这个气息的平衡在里面 你不能 一大一小这个气息 一定要保持平衡住 平衡在那里 为什么这样狂 为什么这样狂 好 这是第一点部分 产音的气息的平衡 那么再来第三点 就是说我们的激情了 这首歌本来就很有激情 爱 就像你唱的时候就像你想到舞蹈的感觉一样 是不是 我们直接接副歌部分 你看这三点都把我们加在里面 一个唱歌气息 还有一个呢 就是气息的平衡 一定要保持住 不要忽大忽小 它是很均衡的 还有把你的激情拥在里面 哇 整个放松 就像一个在舞蹈一样 好 那么再来到第四个小点呢 这是我们说的 口盖 不要开太开 特别是 哎呀 哎 哎 哎 前面一开着 啊 一下子太大 太大这个地方 肯定会顶上了 像打哈这样 会不会是红的也是一样 不要开太开 不要 等一下 我们说 先有位置 再有声音 如果呢 你的声音先出 那你的位置呢 这个地方也要保持 保持位置之后 声音才出来了 好 所以我们刚才 第一段部分 它有两段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第二段部分呢 把这四点都加在里面 还记得吗 唱歌的菜音 第一 第二 其实保持平衡 再passion 再有点激情 然后呢 再到我们的高音的口盖 一定要记得 不要开太开 一定要保持出 适中就好 最关键是里面这个 哈欠的状态 我们把这个 第二段 再弹一遍 我为什么这样心 为什么这样心 为什么这样心 太太太好 耐滤 调恤 这个四个技巧 把它用在这首花为什么这样红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了 好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教学视频 欢迎您点赞及分享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 也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精彩的内容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好拜拜